大家晚上好啊 大家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在question那里可以打字 如果大家能听到的话 可以稍微跟我说一下 OK可以啊 我这边蓝牙显示还是在连接中 OK 感谢大家 让大家稍微多等了两分钟的时间 非常抱歉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啊 废话也不多说 然后首先肯定是免责声明啊 不是说我们怕担责任啊 是这个大家每个人的财务情况不一样 因为最近呢 这个中概股不是跌得很惨吧 很多朋友呢 之前买的太多了 那么没有闲置资金进去 继续补餐 那么还有的人呢 钱非常多 对不对 像我们很多这个土豪朋友们 那么手里还有一些闲钱 或者是免责金还可以有资金调动 那么就会相应的再去买一点A2 或者是买一点这个跌得比较惨的一些中概股 所以呢 每个人财务上方不一样啊 大家呢 买入的时间和买入的价格 以及买入的数量 这个呢 咱们自己去衡量 像我呢 非常简单 我们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 发完了我就稍微买一点几千块钱 也不多 这个呢 就叫定投 因为我现在单身 对吧 我有没有钱 也没有这个需要花钱的地方 所以说基本上呢 有钱我就买点股票 我相信在过几年呢 我不能实现自由啊 但是至少你说是温饱可以解决 所以说呢 定投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手里主要的资金 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下 或者说是啊 我们长期固定资产 比较多的时候呢 那我们拿出来一部分的小量资金 做定投是在目前市场波动 比较剧烈的情况下 是安全 并且呢 晚上 要着叫啊 不管中国和美国怎么干 咱们的股票 只要公司不倒地 不管是同学 还是滴 它只要不倒地 那咱们就放心持有 那么因为很多 今天周二一般新朋友比较多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一句话 概括一下公司 公卖是呢 现在在全球发展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也赞出了很多体育赛事 但最近奥运会也比较苦 我们中国和澳洲队 比分金牌的数量还都不错 那么奥运会背后呢 也有它特有的经济体制啊 那么日本这次呢 肯定是亏钱的 所以说日本的股市和汇率呢 都受影响了 2032年呢 是咱们澳洲的 布里斯班奥运会啊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提前顾举一下 包括像在布里斯班买房呢 或者是去那投资 那么相应的 另外的利好呢 就是旅游板 还有这个赌场啊 还有counters啊等等 但是呢 时间比较久远啊 是2032年才会到来 所以说大家要考虑一下 长期的投资时间周期 和时间成本啊 今天的热点呢 就是腾讯啊 就是说官媒炮轰腾讯之后呢 又快速的删定了 这个非常诡异 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中概股跌的很惨 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中国对教育行业 整个板块呢 进行了限制 那么今天呢 轮到了游戏股票啊 结果呢 批评完腾讯 说你腾讯 王者荣耀 点名 是新型的毒品 被称为精神鸦片 我这个帽子扣得太厉害了 我昨天还不小心玩了 一把王者荣耀 就是跟 对吧 就是吸食了精神毒片 毒品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呢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经济参考报 发完文章之后呢 官方删帖了 那么也就证明了 其实腾讯背后 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上 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对吧 那无缘无故的官媒 竟然能删帖啊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那么此前呢 我们发表关于恒大的一篇文章啊 也被恒大要求删帖啊 我们最后也删了 没办法 恒大牛啊 当时对吧 我们惹不起恒大 所以说我们只能把 GoMetal的文章给删了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证明经济参考报 他惹不起腾讯 所以他被迫的把文章给删了 那么腾讯背后有谁呢 他肯定是有国资委的吧 尤其有深圳 深圳式的政府 他现在还在建这个城市啊 就是智能城市腾讯的 具体的能容纳多少人 我还不知道 智慧城市啊 反正腾讯是在主抓这个 政府项目 所以说呢 背后呢 肯定是跟国有资本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 那么今天呢 我也问了一个我们的VIP客户啊 他是对中国的政治有一些自己的渠道 那么他就讲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现在这一批呢 在资本背后的获利方啊 都是老一辈的 就是说20年前 十几年前 就已经上车的这种老一辈的人 那么他们呢 跟当下的中国的这个政治 或者说是经济体制 这些新贵们 他没有赚到太多的钱 尤其是在腾讯这种啊 腾讯上市都十几年 二十几年了 对吧 他们没有赚到钱 那么现在股价这么高 他们想上车怎么办呢 那你股价得低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现在基本上呢 就是重新洗牌 那么目前中国香港 这两个地区的股票交易市场呢 成交量一直在激增 每天都是几万亿几万亿的成交量 这么大的资金背后呢 我相信呢 肯定是官方的资本占一半以上 不然的话 咱们散户你说 没事搞个几万亿的交易量 这不可能 所以说呢 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被赶走了 那么新的资金进来 那我这个客户呢 他就说 很明显背后呢 是有这个中国官方的新贵的资金 要进来上车 上车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下一个 中长期三年五年的一个战略回报 这个红利就比较久了 所以说呢 腾讯呢 在今天 白天下午的时候呢 也回购了一部分自己的股票 在447块钱左右 回购了21万股 那么大概价值呢 就是接近1000万港币 也就是标明了一个信号啊 就腾讯认为自己的公司是没有问题的 腾讯它的主营业务啊 游戏是 有人说声音不稳定 我换一个方式好了 现在声音声音可以吧 应该就比较稳定了 我直接用电脑的声音 腾讯它的主营业务啊 游戏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还有没有变现的 像这个微信啊 它不需要通过微信来变现 但是呢 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啊 一个公司怎么才能发展好 首先呢 它要有几个壁垒 第一个壁垒呢 是技术壁垒 第二个呢 是人才壁垒 第三个呢 是资本壁垒 如果当你的技术 你的人才团队 你的资本足够多 那么这三者呢 良性循环 就能让一家公司呢 长期的成为一个行业的龙头老大 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的行业老大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那些上市公司 亚马逊 谷歌 苹果 这些公司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行业的龙头 你像大家都知道搜索的时候 我们用谷歌 对吧 那谷歌在任何国家 它甚至可以 跟政府来谈判 因为它是掌握了85%以上的搜索引擎的流量 那么同样的在腾讯一样 我们平时的社交 我们所有的聊天信息都用的微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们微信上聊天记录 中国政府都是监管的 对吧 这就是很多华人在澳洲 咱们不喜欢这种言论不自由的地方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政府也需要腾讯 所以说你说腾讯能到吗 它不能到 对吧 那也不可能不让大家用微信 对吧 你不让小孩去辅导班可以 但你要是不让大家用微信 那大家就反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也不现实 那么在技术层面 流量层面 以及资本 都很稳定的情况下 腾讯投资了afterpay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在8块多就开始进场了 占股5% 是战略投资 那么现在afterpay的股价 大家也都看到了130多 那么在这样的回报情况下 腾讯的投资团队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并且他一进来 后面跟了一屁股资金 对吧 你要是腾讯8块钱买的afterpay 我后面的公司 我愿意20块钱接手 所以说他一进一出 至少就是翻倍的 那么在腾讯有资本 获利的情况下 又有流量 随时可以有变现 那么又有30万50万 甚至100万200万 年薪挖过来的人才 你说这样的公司 他能倒吗 那我们觉得他倒不了之后 那基本上就看什么时候 什么价格进场 然后分几次进场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购买一次也是可以做港股 大家当然也可以在别的平台去买 只是呢 我们觉得就是腾讯 现在应该可以关注了 在400多块钱的价格 从高点7007 750到现在已经腰涨了 那最近呢 就是非常火的 我们就是博主的这个对聊啊 就是禁止补课 参加辅导班 然后呢 叫一股大跌 右边呢 就是不让打游戏啊 腾讯股价盘中大跌 10% 那其实呢 大家就发现很有意思啊 你不让小孩去大学 父母就没事干 孩子也没事干 然后呢 你不让打游戏 大家年轻人都觉得没事干了 那没事干了怎么办呢 就无聊啊 他就空虚啊 对吧 他就谈恋下去了 他就对吧 娘家长 他就没事啊 因为周末孩子只能在家 对吧 你不能出去玩了 也不能参加辅导班 然后呢 你还得看孩子 那就在家造小人 一切都是为了三胎政策 就是现在中国的人口啊 是下降非常明显的 如果是按照目前的生育人口比例来讲的话 其实呢 再过五到十年就非常严峻了 我们都知道日本现在是老龄化非常严重 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国家大的政策方针啊 就是一定要鼓励生育 所以说以此为前提 才能奠定中国新的发展基调 不然的话老龄化严重了 然后呢 生育率又低 生活成本又高 教育成本也高 那样的情况下呢 大家肯定是在未来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么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看 我们到底是能不能抄底 现在的中概股 或者说抄底一个股票 我们首先要看四点啊 就是第一呢 我们要知道公司能不能倒闭 像很多澳洲朋友 咱们知道澳洲的股价 现在也有的很便宜 像Quantus Buy Center A2这些 那我们要问一下 这家公司能不能倒闭 像Fly Center呢 它那么多的门店 对吧 它的门店呢 即使不营业 它也要交租赁费用 像Quantus 它即使没有飞机飞 但是它的飞机停在新机场 停在停机坪上 它也要交钱 对吧 那么同时呢 你的飞机不开 你还要贬值 还要折旧 但是呢 如果我们买悉尼机场的股票 我们就不担心 对吧 所以呢 悉尼机场 它就会被其他公司要约收购 因为悉尼机场 它是地啊 对吧 它其实是一个土地 那它做的是融资租赁服务 就是说你飞机停在我悉尼机场上面 你要给我钱 对吧 那我一直有收入的 如果 我边境不开放 大家都坐不了飞机 没关系啊 我也没有亏钱 对不对 悉尼机场没有什么其他的支出 我大不了把整个悉尼机场关掉就行 所以说呢 它没有什么成本 没有运营成本啊 基本上比航空公司 或者是汽车租赁公司 对吧 还有这些 呃 相应的Fly Center 这些固定成本非常高的公司呢 它的固定成本非常低 因此呢 它的资产负债表就非常健康 一旦呢 它能够挺过去 啊 那么它的股价呢 就会恢复到八块九块 所以说呢 这次收购要约 呃 收购新机场呢 就被董事会给拒绝了啊 因为价格比 董事会认为的九块钱 或者八块多要低 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 这个呢 就是逻辑 第一能不能倒闭 第二呢 就是说未来还有没有利空 像我们看到的 包括滴滴也好 中概股也好 基本上每个行业的利空政策 都已经出掉了 你不可能说 让腾讯啊 或者让教育行业 对吧 你刚出台了一个政策 打压了 然后呢 你过两天又出台了一个政策 你整人都没有 没有这么整法了 对不对 你两三天出一个政策 不让一个行业发展 那中国就完了 所以说呢 执政政府来讲的话 它作为监管部门 当然它也作为行政部门 这个呢 是中国特色的地方啊 就是说你既是监管 又是行政部门 那么在海外来讲的话 海外政府呢 更多的是监管作用 对吧 它跟行政的这种职能 是相对分开的 像我们在澳洲金融 有金融协会 它是由金融协会 说了算 你澳洲政府 都没有办法干预 对不对 但是中国不行啊 中国是你政府 可以干预金融 可以干预一切 所以说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评判 未来有没有可能 继续有新的政策利空 所以呢 我们断定呢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一个政府 他愿意 就是中国政府 他愿意连续出台多个 对一个行业的连续利空 他基本上 一个政策出完之后 他需要有消化 那么在出来政策之前 他需要非常慎重的 去做调研 做评估 要评判这个政策 对行业的影响 我相信呢 他们是做过评估的啊 即使把这个 整个教育板块的估值 打掉80% 他们也是做过评估的 因为是为了拯救 全中国的这个年轻人 对吧 解放大家父母和教育 所以这个本身呢 是没有错 但是就是操之有点过急了 所以呢 我们认为之后 对于这些行业的利空呢 相对政策利空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都已经出尽了 那么利空出尽呢 在资本市场上 就意味着 是一个最低估值的时间段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 大家的情绪释放之后呢 那么股价呢 肯定是要回归的 所以说呢 对于超跌的股价呢 我们看这两点啊 就是可以 认为可以关注了啊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说 业务前景如何 将决定这个股价 恢复到什么程度 如果的公司的业务前景呢 是能够持续变好的话 比方说 跟出政策之前差不多 或者没有受政策影响太多 那么公司的估值 肯定是要回归的 但是像教育行业 它的估值 被打掉了80% 那么因为业务前景 萎缩了80% 但是你说对腾讯来讲 你玩王者荣耀的人 对吧 12岁以下的玩不玩 你说对他有印象吗 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我认为 因为呢 游戏部门作为腾讯 整个集团布局的一部分 它的这个比重啊 虽然很大 但是呢 年轻人的群体 它没有那么大 18岁到25岁 26岁左右的群体 才是腾讯游戏业务 贡献资金最多的 因为这些人有钱 你说12岁的小孩 他有再多的钱 他在游戏上 也就花个几百块 对吧 但是你要18岁到28岁 有独立自己的这种 花钱的这种能力 和赚钱的来源的这些人 他在游戏上花钱是很多的 包括像在游戏上 听说呢 这个游戏情侣啊 可能会给对方 一年花几十万人民币打赏 或者怎样都有发声 对吧 那你肯定是要 异性的这种 你单纯对游戏本身花费的 这种实际是有限的啊 就是说 对整个腾讯集团业务来讲 它的业务结构非常复杂 那么对公司前景影响就非常小 但是对教育行业 它的业务80% 那么都是课外辅导班 那它的公司前景就不行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是要抄底 腾讯可以 那么教育行业呢 就尽量不要碰 因为是实打实的公司前景 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第四点呢 就是打分 我们要看一下前面的几项 评估出来 我们能碰这个公司 比方说腾讯 我们确定了 能碰能买 那么我们要给它打分 打分是怎么打的呢 我们要在情绪上打分 因为股票呢 它买的其实是一个预期 我们要知道 未来谁会买腾讯 腾讯呢 掌握了什么 掌握了相当于是官媒 同样的渠道 对吧 因为有公众号 而现在大家看新闻 大部分都是在这些公开的 像公众号什么获取信息 对不对 那么这些信息的资源价值到底有多大呢 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因为今天呢 在中国A股上 传媒类的公司 基本上很多都涨停了 为什么 就是看到了你传媒的影响力 那么腾讯本身呢 就是一个巨大的传播 内容传播的一个平台 它有全中国最大的流量 所以呢 你结合这些额外的因素啊 包括它的这个投资团队的投资能力 对吧 包括投资 那这些你给它做一个加取啊 我认为呢 腾讯的表现应该是非常好的 它应该会比谷歌 比亚马逊 或者是比这个其他的美国协商公司 更强 你说Facebook对吧 或者说一些聊天软件 那么都没有微信好用 但是微信呢 现在还没有变现 那么这么大的流量 它没有变现 却有影响力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并且呢 它一直在跟中国政府呢 紧密合作 包括在言论上监管 在网络环境安全等各方面 数据采集方面 它都是紧密合作的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通过这个方式 筛选出来之后 我们要找到 没有受影响的股票 那么我本人呢 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进入的主题了 这个是小鹏汽车 P7 这个价值是23到35万人币 设计的还是很前卫的 我们五个公司呢 分别是小鹏 然后呢 是蔚来 蔚来汽车 这个蔚来走的定位呢 会高一点啊 是45万到53万 当然了 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牌啊 一个汽车系列 那这个是ET7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国产车呢 其实现在新能源的造车 颜值都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女性 大家其实太懂车 这些结构啊 其实呢 就是看颜色 看好不好看 对吧 能开几年 然后呢 价格多少 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这个是理想万 然后这个呢 是比加迪的汉系列 是走 比加迪呢 他一向走的都是这种 比较实用的家用车 价格也比较便宜 最便宜的可能是在6万多人民币 就可以买一台车 然后呢 这个是特斯拉Model 3 大家都比较熟悉 最近有很多华人在开 那也是一个家用版的 大概是25万到34万人民币的价格 所以说呢 基本上他们所有的这些车企啊 是真正的能够造出来车的啊 不是说像那个 这两天又活过来的那个什么FF啊 对吧 像姓甲的那哥们儿 对吧 你没造出来东西 然后就去搞事情 圈钱 那不行 还有恒大 对吧 恒大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发了一篇文章 说恒大一辆车都没有造出来 就圈钱 然后呢 被恒大要求把文章给撤了 我们非常违心的把这个稿子给撤了 但是没办法 人家恒大厉害 对吧 他们公关部厉害 那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撤港 所以说对于那些公司 他没有造出车 甚至是没有能力造车 只是在资本市场上圈钱 我们就坚决不能碰 但是这些公司呢 是实打实的把车至少造出来了 并且有人买 还有人用 那就行 那么为什么 我们要讨论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 现在呢 股价之前很高了 那么现在呢 跌下来了 所以呢 给了我们二次进场的机会 那我们为什么要进场买新能源呢 或者这一系列的汽车 那么澳洲呢 会受利好的是理矿 对吧 PLS这些的理矿 企业都会受到利好 因为我们要从宏观的逻辑上来考虑 我们买一个行业 买房子也好 对吧 我们买学区房 对吧 那你看到的 不仅仅是这个产品本身 而是它背后的预期 我们知道有多大的市场 对吧 你在悉尼买房子 它贵 为什么贵 因为人多 那你要在布里斯班买 它就是便宜 它就是人少 所以说呢 我们选一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要看它的市场有多大 那么消费 才会让我们的公司成长 公司成长了 我们才会股价上涨 对吧 所以呢 经济发展的核心呢 就是消费需求的不停增加 但是呢 我们现在发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货币超发了 但是实体制造业经济不见好转 就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CPI在部分领域非常高 但是呢 很多的领域像衣服 鞋子 现在一直在打折 天天给我发邮件 我相信大家也收到了 什么三折四折 对吧 那我们就问一下自己 上一次给媳妇买包什么时候 上一次给自己买新衣服 是什么时候 我记得我上一次给自己买新衣服 可能已经是去年了 甚至是前年 对吧 疫情期间可能就没有逛过几次商场 那这种需求的下降呢 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很多人呢 甚至就是几年都不买新衣服 都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我问过身边的朋友啊 有小孩的 基本上自己呢 男性朋友们啊 对自己都非常的粗糙 活的啊 活得非常糙 都好几年不买 不买新衣服 新鞋 那么像这个 刘德华最近付出了嘛 刘德华呢 他穿的衣服呢 好多都是穿了十年 二十年的衣服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种背景下 其实呢 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消费 而是我们的消费需求 下降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那么过去的经济学逻辑来讲 他是认为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欲望是不停的在增加 啊 就是人是贪婪的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我们有再多的钱 我们也是要吃同样的饭 喝同样的水 对吧 反而是我们赚的钱越多了 我们觉得白水越来越健康 喝奶茶的越来越少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消费它本身呢 并没有像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来讲 货币发行的越多 反而刺激经济增长越大 那么现在经过疫情之后呢 很多西方国家的人呢 开始存款了 这个呢 也是过去大家没有想到的 他们存款比例呢 从零或者是负数 千天负债 到现在突然 他们有30%的钱 40%的钱都拿来存款了 因为他们为了预防下一次的 这种不确定性 那么这种呢 都属于我们的消费需求被下降了 有人又说听不到了 应该只是个别现象吧 大部分人还是能听到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 随时在question里面打出来 这样我能第一时间看到 好 感谢大家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啊 就是现在运动会开幕式 我相信大家都看了啊 就日本运动会开幕式 虽然我个人呢 不能太接受他们的文化 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看了日本开幕式啊 这个好评的很少 为什么 就是说因为 在一个第一欲望时代的国家里面 他所展现来出来的文化 其实是和主流文化不一样的 那么中国政府 想要大家生三胎也好 或者说是澳洲政府 他希望长期来看 他是要开放边境 吸引国际的留学生 对吧 吸引国际移民 增加人口 他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事情 都是在增加这个社会的整体需求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以口红为例啊 比方说您的太太 有十个口红 对吧 他把所有的色号都买齐了 你说他还需要买吗 当然了 你可以说他又买新的一款 但是呢 他如果是一个柜子 都是口红之后 他就不会再买了 他的欲望和需求呢 总是有限的 这个理论呢 就是叫做个体需求的上限 他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上限 都是确定的 就是我们的编辑效应递解 这是一种经济学规律 所以呢 我们能够打破这一规律呢 就是增加人口 增加新的消费群体 比方说我原有的市场的天花板 就是1000亿 那么现在我新的人来澳洲移民 留学投资 又增加了500亿 对吧 这个是额外带过来的 那么在目前人口流动 比较弱势的情况下 同样呢 我们的生育率比较低 那怎么增加这个需求呢 政府呢 就是强制增加需求 所以说呢 我们就回到了 唯一政府进行强制增加需求的行业 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行业 所以你觉得这个市场是多大的市场呢 像英国啊 它是提前了五年宣布 2030年禁止燃油汽车 那么全球各国政府呢 都在出台相应的政策 如果整个英国2030年 再过2010年的时间 它就没有燃油车了 那证明它的电动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是高达100% 我们看一下左下角啊 在2020年和2021年6月份 给出来的这个两个台年的数据 英国的渗透率呢 才有7% 对吧 非常低 那么挪威呢 会高一点 大概是增加了18%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现象呢 就是在这10年里面啊 就是政府强制规定 你不能开柴油的 不能开燃油车 那么你必须要换成电动车 那么在市场里面 还有92% 对于英国来讲 还有92%的市场 所以说呢 市场份额非常大 那么右边呢 这个呢 我们也看到的是 2018 2019和2020年 中国的三家企业 是小鹏 未来和吉利汽车的 电动新能源汽车的交付量 都是在逐年增加的 并且增加的是比较稳定的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呢 增加的数量就非常可观了 这个呢 就是国家强制制定的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欧洲出台了碳排放政策 美国也出台了 那么中国呢 也是2035年停售汽油车 这个是非常强的政策 那么你要知道 整个的石油车 石油汽车 它的一个总产值和总市值 是多大 我们假设每人在澳洲 咱们就家庭用完 不管是你买一辆 还是两辆 你平均下来 就是3万到5万的澳币的车 对吧 那你这个2000万人 我们就算是800万的家庭 对吧 那么就是800万 乘以每辆车的均值 是3万块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这是澳洲的车的市场 对吧 你还要每年做维护 做保养 还要更新 还要二手车等等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规模 我们基本上就是 人口数除以4 就是家庭数 然后呢 我们再乘以平均的 汽车的消费额的购买力 得出来这个国家的 整个的汽车行业 产值或者总价值 那么现在的政府 各国政府要求 在2030年到2035年 开始把这个市场 全部换成新能源汽车 那你觉得这市场是有多大呢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体量 因为它给出了时间节点 如果没有时间节点的话 那我可以不换 对吧 我觉得我车还能开 再开个十年八年的 那但是呢 它是强制性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要大家听话 跟着政策走 是没有问题的 政策说你股哨就得跌 那咱们就不能买党 等政策出来之后结束了 咱们再去衡量 所以说呢 听话啊 是这个做投资的第一要素 就是听政府的 没错 那么新能源汽车呢 和传统汽车呢 它其实现在都在抓紧转型 那也有朋友就之前问过啊 就说为什么宝马啊 奔驰啊这些 跟现在的新能源汽车 差得这么大呢 是因为现在的 新的这种产业转型的结构来讲 对于传统车企成本太高 传统车企的 它从具体的发动机的这种型号 和跟智能联网等这些需求啊 包括自动驾驶定位 都是不太一样的 像特斯拉 它就会不停的扫描 这个数据啊 包括你路上经过了哪 然后呢 你红绿灯啊 布局等等 它都会扫描 它就像是一个移动马达式的 这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不希望特斯拉 在中国卖的太好 之前呢 也是连续出了几起 特斯拉这个车主 闹这个事故啊 或者说是 增大社会影响力 等等这种情况 它都是一种背后的博弈 那么同样呢 对于宝马等这些传统车企来讲 它第一个是转型成本比较高 就像当年的诺基亚一样啊 它是企业内部转型比较严重 这里再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GoMister 我们自己 我非常知道 因为我在这上班 那么整个IT部门呢 它已经很落后了 我觉得非常落后 像我们那个软件什么 MT4MT5 虽然用的公司很多 但是呢 它几十年没有变过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你懂的人 已经做到了高管 对吧 那你如果现在推行一个新的技术 那你之前的那些高管怎么办 他们不懂啊 对吧 你总不能说 搞一批新动员汽车的人进来 年轻人二十来岁 三十来岁 然后把我四五十岁的人给踢掉了 要知道在奔驰集团里面 做到高管以上的平均年纪啊 可能是四十五到五十五岁 就这些人一直在坐在那儿 北京戴姆勒集团我去过 基本上都是这个年纪的啊 就是他他会分就跟那个呃互联网公司一样 他会分级别嘛 你网上一个级别 基本上年龄都在那看 你说一群 咱们说做了传统汽车 做了三十年 甚至是时间更久的人 你突然让他们转型 做新动员汽车 他们是很有压力的 因此他们主观能动性很差 都享受着这早上十点下班 上班 然后下午八九点 五六点就下班了 但是呢 新动员的这些企业 它的创造力和改革能力是非常强的 传销好掉头 并且他们配合了互联网 所以说呢 在未来我认为呢 新的公司啊 尤其是车企这种公司呢 尤其是这些新的 真的是可能爆发出来很大的潜力 但是呢 传统的就像诺加这样的公司 他其实转型 转型成本啊 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大部分的困难是来自公司内部的管理层 因为他们拿着高薪 他们不想轻易做出改变 并且呢 你改变出问题 比方说你特斯拉着火了 没事 对吧 大家能认 或者刹车失灵 大家能认 但是你要说哪天奔驰 刹车失灵了 那就完了 对吧 你总得有个出来背锅的 所以说呢 对于他们来讲 需要考虑的成本非常高 那么未来汽车的话 还有这个 特斯拉理想 我们都有这个完整的股评报告 当然了 并不是写的特别完善啊 因为我认为呢 对于一个新的行业来讲 我们要深入的把这个行业和公司给挖透 是很难的 但是呢 我们能从两点来看一家公司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投资啊 就是新能源汽车 哪两点呢 第一点呢 就是它的生产成本啊 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啊 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它有没有自己的工厂 它很难 它一般都是合资的 对吧 或者是呢 跟当地政府有合作 所以说你整体的成本 从税收上来讲 从用工上来讲 人工成本 对吧 你还有你的电池成本 这些芯片成本等等 你要考量这一辆车造出来 它的利润是能够算出来的 第二点呢 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这个团队成熟度 就是说我们要去网上 比方说未来 我上网看一下 它的这个招聘广告都有哪些 我认为呢 一家公司啊 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但是呢 它的管理团队是什么样的 非常重要 所有的上市公司 都是在市场里面 杀了几十年 最少也要杀几年 对吧 拼出来的 雪玲玲的资本市场上里面拼出来 然后呢 才最终上市 融资上市 然后呢 市场上才认可 但是拼出来的这些 管理团队呢 他们如果在过去 没有经历过很大的磨练 我认为呢 是我们就不能逃 但是如果一个团队呢 是从零开始做 或者是呢 面临几次破产 但是呢 都起死为生了 那这样的团队 我们就认可 作为管理团队呢 有这种血腥 和无畏艰难的意志 因为未来的经济环境呢 肯定会愈发的激烈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团队结构 以未来为主啊 为例 我们看它的负责设计行业的 有多少人 什么学历 是本科还是研究生 还是说 我大多数的招的都是 学软件工程的 还是我大多数招的是 传统汽车领域的 然后呢 我发动机是哪来的 因为你核心部件 你要知道 这个核心部件呢 它肯定是要自己的人 负责人是什么来历 他在过去十年 在哪一个汽车公司去工作多久 然后呢 口碑如何 其实呢 我们了解一下 这种公司啊 更多的呢 就是了解它的团队履历 知道它的主要的这种团队履历 第二呢 我们要看它新招的这些岗位 是什么样的要求 给的年薪是多少 比方说同样一个职位 未来呢 给十万的年薪 结果呢 特斯拉给五十万的年薪 当然了 好的人才都跑到特斯拉去了 所以说呢 同样的职位 我们要看一下对比 横向对比 它给到的定价 其实呢 资本很现实 大家也很现实 你给的钱多 我觉得我有优势 我就要去给钱多了 可能就每个月多一万块钱 但是我就愿意去 给我多一万块钱的那个地方 那么最终呢 优势都会集中在 价格最高的 那一个公司 所以说呢 人才优势 还有这个 本优势啊 都会聚集的 那么还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数据呢 就是现金储备啊 其实我们看到的 现金储备呢 这几家公司都差不太多 都是在300多亿人民币 所以说基本上300亿呢 是能够维持一家车企的 正常运营 大概是一到两年时间 没有什么问题 毛利率呢 目前都看到比较低 未来呢 稍微高一点 因为它的定位价格呢 是在40万左右 那么小鹏呢 可能定位的价格 是在20万左右 20几万 从交付数量上来看的话 其实呢 三者啊 其实差不太多 因为都是新公司 未来呢 背后是政府当年支持啊 我是在 应该是在2020年 呃 左右 中旬 中旬吧 啊 那个时候 未来是拿到了 政府的100亿人民币的支持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呢 我买进去了 但是呢 没赚到以前就出来了 后来呢 公司股价可是翻了十几倍 我也没有享受到 逻辑很简单 就是如果是有政府资金加持的公司呢 在中国 它就是相当于是开了绿灯 对吧 这个呢 大家都理解啊 所以说未来本身呢 还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那么特斯拉呢 是作为在上海已经完工了啊 就是建设工厂完工了 那么利润呢 开始大幅增长 因为它的制造产能的能力 会提升很多 首次的净利润突破了10亿美元 当然它也有卖比特币赚的钱 所以说特斯拉呢 在 呃 对马斯克的带领下 所以它可能增长的点 会非常的突然 并且呢 未来主要的盈利点 可能并不在卖车本身 我们知道很多公司啊 很多中国公司 为什么这次数据 呃 安全是被国家拿出来点名的 就是因为特斯拉 还有谷歌啊 等等这些公司 他们采集我们数据 包括苹果公司 采集我们数据的方式很容易 我们如果是坐了特斯拉的车 为了安全起见 特斯拉呢 本身也会去 啊 调整我们的路线 对吧 它会记录我们的路线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买了类似的车以后 新能源这些智能车 啊 你去了哪 它是有 不需要行车记录 一样 它可能会有一个自动备份系统 那比方说您太太 对吧 您跟你太太说 啊 去买菜了 结果去了半小时 还没回来 不是去买菜了 那他去车上一查 哎 查查你怎么去这了 你怎么去那了 对吧 你怎么去见隔壁老王了 到底咋回事 所以说呢 这些情况呢 都会成为未来的盈利增长点 包括对路况扫描 包括对 卖出部分数据 做人工智能的测试 像百度公司呢 它也在造车 但是百度呢 它更多的就是做这些 人工智能的研发 通过数据和测试来做 啊 所以说这些都是未来增长点 同样呢 很多公司现在在尝试新的业务 就是租车 啊 租车呢 都是在做无人驾驶 那么呃 碳排放积分的这个事情呢 也是特斯拉的主要盈利点之一 因为它新能源汽车嘛 现在大家欧盟 美国都在收碳排放的呃 这些费用 那么我每个企业的碳积分 是固定的 比方说特斯拉 拿了一个亿的积分 我可能 我都不需要用 对吧 因为我是新能源汽车 我不不做这个碳排放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一个亿的积分都卖掉了 那么它很多的资金的收入 是来自于这些 零七零八的啊 奇奇怪怪的收入 包括卖比特币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财务指标分析 呃 对于汽车来公司来讲的话 存货周转率是非常重要的 存货周转率 特斯拉呢 确实作为这个龙头公司啊 它六点八次一年 那么未来呢 是十六点七 两者相差比较大 那么小鹏和后最后的这个 呃 理想 他们都是在十啊 左右 那么速动比率的话 理想呢 依旧是最高 理想是最高的 五百五十七 行业均值呢 是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流动比率 理想是最高的 那么我们看出来 其实特斯拉呢 在财务结构上来讲 还是更加健康的 因为它的毕竟时间比较久嘛 又是大厂 但是呢 我们要看的呢 还是说两边都要做一个评估 市场上呢 对小鹏汽车的这个估值呢 其实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PS呢 PS就是美股的这个收益情况 就是大概是这个 Porshare PS就是Porshare 美股 特斯拉给到的是二十 是最高的 然后呢 蔚来和理想 小鹏分别是十五十一和十七 小鹏的财报的收入也非常不错 是二十九亿 软件收入是八千万 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啊 就是说 它可能提供的不仅仅是卖车这个收入 而是之后的服务 比方说 我就举个例子 小鹏 假设我们在新能源汽车 卖那个语音播报 或者说是那个定制的 啊 界面 那语音播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声音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选播报的那个声音的话 有的声音是免费的 有的声音是付费的 那你像特斯拉 它可以每月 呃 来分享这个 比方说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 那我如果是要订阅一些更好的服务 我需要每月交一百五十美金 或者交两百美金 我加入特斯拉的会员 他们都在做类似的衍生增值服务 那么这些呢 就像是苹果在做的Apple Store是一样的 为什么苹果没有办法被超越 因为它的Apple Store是一个闭环的生态 现在呢 各家 车企啊 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就是把它们智能化 联网化 那么做成一个生态 这样的话 我们在汽车上就可以完成 比方说我定制一天的行程 我跟我的其他的App数据连接在一起 比方说我通过我的Outlook 来知道我明天要有一个飞机 对吧 我机票 那么在什么时候要落地接机 那么未来呢 就可能会实现我们的车呢 就会自己就停到了我们的航班这个登机 就出来的这个自己就开到那了 所以说这些呢 都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研发 那么最终呢 我们要看到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最终要看的就是销售排行量啊 我们要知道最直接的消费者能不能买单 其实就看大家买了多少 Model 3呢 还有Model Y呢 很明显啊 就是依旧是我们现在买的最好的 所以呢 大家对特斯拉本身呢 是有一个品牌认可的 那么对于国产的呢 比亚迪 是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老牌的 同时呢 比亚迪公司呢 是自己自己可以造电池的 大部分其他的新能源电池呢 它都是零配件啊 但东拼西凑的 如果未来要买车 我建议大家不要碰小米的 因为小米呢 现在也在造车 据说拿了一两百亿来造车 但是小米的 它的习惯呢 就是东批西凑对吧 它找一个厂商 然后呢 贴标 贴成小米的标 然后生产 从它的运营逻辑上来讲 没问题 但是从安全 各方面来讲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我们造车呢 一定要有核心技术 一个是发动机 一个呢 是安全性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电池 稳定性 所以说这几点呢 对新能源公司呢 是核心 所以说我们在电池领域来讲 特斯拉 比亚迪 都是领先的 那么未来小鹏呢 和理想万的销售量呢 也是有增加的 但是未来的增加幅度呢 会相对比较少一些 小鹏呢 增加幅度很大 我们看 左边这个增加的是 1877%的销量 排在第十位 小鹏的发展也很快 所以说在这一家公司来讲 如果我们想要做一家 增长比较有潜力的 那我们可以选理想 或者小鹏 那么做一家 比较稳定的公司投资呢 我们可以选特斯拉 和这个比亚迪 这两家是不错的 就是从这个销量上来讲 那么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啊 其实差不多 就差不多 这么多 主要呢 我们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新能源的赛道呢 是很重要的 就是做投资呢 其实现在中国很流行叫赛道嘛 什么白酒赛道 什么医疗赛道啊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行业来讲 我们要看的就是 它的市场的总规模 那么我们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市场里面 我们做什么都赚钱 那么企业也是这样的啊 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我们在澳大利亚做电商 做生意很难 因为澳洲就2000万人 中国人就60万到80万 那么我们在中国做生意就相对容易一些 因为人口足够多 那么在美国做同样的生意呢 会也会容易啊 因为它是人口是三到四个亿 那么澳洲呢 只有2000万 所以说呢 整个市场规模是确定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选 那个市场规模最大的 因为在只有在足够大 几十万亿的市场里面 我们才可能会诞生一家万亿市值的公司 而万亿市值呢 至少在目前情况下 很多公司的股价会翻五到十倍 所以如果我们要给到它一个增长预期 那么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能够支撑起万亿市场的 那现在我来帮大家解答一下 好多人发了好多消息啊 特斯拉的销售美女最多 美女在哪就该投哪 这位朋友王子叶啊 说的没有问题 非常正确 因为美女经济本身呢 就是哪多金 或者是哪有信力就会去哪 所以特斯拉的销售美女多 那么作为行业来看的话 虽然特斯拉不是咱华人的 对吧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其实做投资就是在做全球投资 特斯拉就是OK的 有人说 还是这位朋友他比较懂啊 他说未来都是江淮代工卖服务的 跟卖期货的没啥区别 对 就跟我刚刚讲的小米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是做代工的 其实很多质量各方面 以及核心的技术能力是达不到的 我们在长期发展来讲的话 给这家公司的预期估值就非常低了 这个不是奢侈品啊 我们如果是买衣服买包 没问题 我们去找一个可以贴标的代加工的啊 都没问题 只要他牌子硬 但是呢 汽车领域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安全性 一旦你代工企业的安全性出了一点点问题 之后重新建立信任的可能性很低的 如果你是自己家公司企业出问题了 你可以召回对吧 但是你连续发生了几起召回事件 其实大家对你的信任也在下降 如果是代工 那就一次性的机会啊 基本就完蛋了 所以说呢 大家要买那些还是有自己产能的企业 好了 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因为现在包括中概股啊 还有汇率的走势波动还是都比较大的 这个人数还增长了 现在我们观看的人数已经过100了 这个呢 就是滴滴滴滴的股价 基本上已经是把这个之前的啊 这个缺口给补回来了 就这几天的时间 所以说呢 如果是我们要做短线的话 像滴滴这种超跌的中概股 其实是可以做的 另外呢 我们有港股啊 港股腾讯都可以买 同样呢 之前的那些超跌的教育股票啊 大家都可以关注啊 当然了教育类股票不建议长期持有 只建议短炒 有人问吃药喝酒怎么看后续 吃药喝酒呢 这个概念呢 其实已经持续了很久了 像我当年非常推崇的片仔黄 对吧 也是从八九十涨到了300多 你说300多片仔黄 你还有什么利润空间吗 就是有什么增值潜能吗 我觉得没有了 吃药喝酒啊 为什么高估值 就是因为它稳定 营收稳定 但是呢 它的劣势就是它有局限性 它的市场体量是固定的 比方说所有人都喝茅台 那它的体量也就这么大 它是固定的 那么我们看到的一个行业呢 就是说它有没有增长点 所以对吃药喝酒 买这些股票 就跟Mycos和Woros 对我来讲是一样的 就是它的估值是能算出来的 但是呢 医药里面啊 它现在很火的叫做基因工程 但是基因工程类的呢 就包括现在咱们打那个疫苗 MRNA 澳洲还没有 澳洲只能打辉瑞的 那对于这些不确定的东西啊 我认为更多的是风险 是在读 因为我有朋友在国内做这个基金 私募 他们就会经常跟那些大佬采访 他们问那些所谓的专家和教授 其实很多医学实验 它商业化了 但是呢 商业化的需求 并不一定有那么高 我们如果是比方说 我们需要换一个心脏支架 对吧 这是刚需 但是呢 现在很多行业的这个药用 或者是保健类的 它不是刚需 那这个呢 就会极大的取决于它的营销能力 我相信呢 中国政府未来肯定会下一道政策啊 就是限制这个保健品行业的广告啊 夸张或虚假广告 对吧 那时候一到正名下来 我相信吃药喝酒啊 或者尤其是吃药啊 保健品这一类的股票 肯定是要暴跌的 这不符合国家战略 你说天天吃药 喝酒 茅台股价那么高 估值得那么高 你让那些制造业 国家战略的企业怎么办 未来呢 我们投的话 就要投这种 2050年这种级别的国家战略啊 就是说在 不管是军事领域 还是说制造领域 还是说新技术科技领域 然后呢 有人说ZIP和Afterpay的走势 这个问的人还挺多 相信大家都应该是最近赚钱了 ZIP和Afterpay 对这一类公司的本质上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消费需求的问题 如果说是Afterpay 在被别人看好收购它 那么也是认为 它在北美和欧洲的扩张比较顺利 但是呢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像先买后付 其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如果给到它一个估值 那么就是两点啊 就是它现有的数据和客户资源信息 这个是确定的 因为你贷款了一次啊 用Afterpay一次啊 我相信你就会用第二次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它跟其他行业不太一样啊 比方说我买了一个 这个包 很贵的包 送我这个 比方说我要找个女朋友 我要送给他 那我这个包 我可能就买一次 我百分之百 我会只买一次 对吧 你不可能买重复的 但是Afterpay的这种消费习惯 跟买东西不一样 买东西你买买一次 买车你就买一次 可能五年你就买一次 但是Afterpay 它的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 它可以 比方说你这个月用了 对吧 你下个月还要用 你每个月都要用 就会养成一种习惯 那么同时呢 在Afterpay和ZIP这种公司 你有消费习惯 和消费数据之后 别的商家可以做广告 对吧 因为你就成为了一个流量 和数据消费习惯 比方说你这个人 拿Afterpay 天天去买钻戒 对吧 那就证明了 你是一个 透支能力很强的人 那你这一类的人 应该给你定推 什么样的广告 和什么样的商品 他这些数据 都是很值钱的 那如果你拿Afterpay 去给孩子报辅导班 那你这一类我就给你推辅导班的一些相应广告 所以说他之后能够合作的商业化模式呢 会比较丰富 在此呢 我认为我们在这类公司呢 我们只能投资龙头企业 像我呢 非常不幸的是 我投资了一较pay right的公司 现在股价可能只有五毛钱 那我投的时候是一块度 已经腰斩了 同样是先买后付 但是呢 他就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流量 互联网行业里面 罗金万就是只能活一个到两个 活不了第三个公司 这个呢 就是流量加持 就像现在的腾讯一样 腾讯和阿里干了半天 结果呢 现在的我们用到的微信 他就是腾讯的 你也不怎么用别的聊天软件嘛 所以说在互联网领域 它是非常残酷的 我们就是找最大的那个 Afterpay和Zip 其他的就不要碰了 Zip呢 老二对吧 你看表现也比阿富的配差 所以说呢 在互联网的行业里面 我们就是要追那个最牛的 最大的 就像亚马逊 它就是最大的 就像谷歌 它就是最大的搜索引擎 所以他们能增长10年20年 他成为老大之后 他会吸引更多的资本 吸引更多的人才团队 对吧 那么商家呢 也会主动找到他 而不是说我一个小企业 先买后付的 我需要自己去谈商家 那个成本多高啊 人家还信不过你 对吧 但是阿富佩 你只要一说 别人就主动来找你了 所以一定要买互联网行业中的龙头 包括腾讯 它也是龙头 替代不了的龙头 有人说A50又要凉了 A50这个 现在就是给 就是像我那个客户说的 他就给新的权贵上车的机会 你像中国未来5到10年 这么大的消费市场 现在呢 又这么刚 对吧 他不可能 说整个国家的经济不发展了 这是不现实的 同时呢 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这几年没动 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客观现实啊 就是西方国家在这次疫情 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到极限了 但是呢 中国政府还没有动 你看这次中国搞什么极限了吗 他没有搞 对吧 也没有说我降准降得太猛 也没有说我把我的利率下降 他都没有用 他手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充足的 但要非常充足 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如果想要发展 他把教育搞定了 他把这个生育率搞定了 对吧 这个是目前正在做的 然后呢 把社会的这个舆论搞定了 把媒体搞定了 把房地产市场搞定了 对吧 现在逼的恒大50万的房子卖30万 对吧 恒大100万的房子卖50万 这个大家在网上都能查到 恒大必须要变卖资产 不然呢 政府已经给他下明确的命令了 你可以倒闭你的工人 政府可以给他换其他的工作 但是呢 你恒大在财务上出问题了 政府不会再兜底了 就说地产呢 肯定要整顿好 那么我们地产也整顿完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剩的什么呢 就是国家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 这些公司 以及呢 大型的消费的这种 体量的公司 未来股价都会得到很好的表现 这个呢 我是认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中国呢 不可能会让A股一直是徘徊在3000年左右 拆到50的也不可能不创新高 美股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中国不可能不创的 在都调整完之后 所有的行业都听话了 腾讯说我听话了 阿里说马云我走了 对吧 我不要了 你让阿里活下去就行 那政府一看大家都听话 对吧 你滴滴跑海外上市 我让你别上市 你就过去上市 那我就整你 现在大家都听话了 教育行也听话了 那怎么办呢 对吧 听话了就好说嘛 对吧 你都已经交投名状了 股价还不涨吗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就是我们建仓中概股最好的时机 只要政党不发生重大问题 那么未来的经济呢 都是比较平稳的 那么今天呢 就说这么多 再次感谢大家 也非常谢谢大家 每天都会关注 我们现在市场变化比较大 不要投太多的资金 在资本市场上 我们一般建议呢 大家拿不用的钱 或者说是我没有多少钱 我搞个定投都行 千万别说晚上睡不着觉 这里对身体不好 那么今天就这么多 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